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在基督教文化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 今天相信基督教和去教堂敬拜的信徒越来越少 我们今后还要谈到中国和非洲基督教徒越来越多的现象 本期节目所涉及的是具有争议性敏感性话题 我们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下面有请王晨博士 王医生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基督教和黑格尔和理睬的哲学思想 这涉及到西方哲学 那么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 您能否给观众朋友一些建议有关怎么学习西方哲学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西方的思想 其实思想是 所以我这两天给咱们这个节目编了一个主题歌 我唱给你听啊 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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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思想要像太阳 要朝着上帝的方向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唱得很好 你有点那个狼高音的 大层韵律 谢谢 谢谢 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个歌呢 编出来以后呢就落伍了 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 很可能很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 今后指导这个国家兴旺的这个方向 就不是上帝了 就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我跟大家起个头让大家记住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 因为今天呢 谈到黑格尔的时候 内容比较深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做一个铺垫 我不希望大家花了时间没有收获 我第一个想跟大家谈呢 就是西方哲学呢 也不是我的意见了 也是大家的意见 就是在中国呢 被教得一塌糊涂 这里边又政治的原因 当时是最明显的了 就是你不能把西方越说越好 还有一个就是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中文 学西方哲学 第一呢 是中文的词汇不够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文的常用词大概是四千吧 但是英文 如果是大学毕业 据说要达到六万到七万五 所以你 没有找到 用中文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 第二 就是我们大家最痛恨的 就是其实 共产党统治 思想 人们的思想 以前是他的 延安人的思想 现在是全国人民的思想 已经八十年了 从 一九三十年代开始 八十年了 所以呢 在思想界 所用的词汇 几乎每一个都被扭曲了 完全是黑话 就是他们自己说了 自己能懂 说给西方人听 谁也听不懂 我给大家举 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们大家到了西方 就不能够用中共的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了 因为这三个词的中文的意思 已经完全扭曲了 它原有的概念 我们先 复习一下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这是一张纸 在这个纸上呢 我用黑笔呢 画了一个正三角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正三角形的定义 第一 三个角相等 合起来 一百八十度 第二 三个边相等 第三 它是二维的 一个图形 好 我现在就把这个纸撤下来 把它弄到垃圾箱 这个纸毁掉了 那么我就问大家 一个问题 那张纸 在你们看到 大概只保留了 几分钟 我头脑中的这个概念 应该是 很长很长时间 都不变 所以 如果说永存的话 你说我头脑中的概念是 我头脑中的概念是永存的 还是那张纸上的三角形是永存的 就是 我头脑中三角形的概念是永存的 还是那张纸的三角形是永存的 当然我是建议是 头脑中的概念是永存的 第二 我画的三角形 你就一定断定是正三角形吗 我画的这个图 三个角 是真的相等吗 难道一丝一毫都不差吗 显然不是 三个边真的相等吗 难道一丝一毫都不差吗 显然不是 所以从准确性 接近真理这个角度来看 我脑子里的正三角形的概念是准确的 是接近真理 而纸上画的那个不是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他认为 在头脑里那个绝对正确的理念 是真理 是永恒的 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全体西方人 西方的知识分子 都有这个基因 全体西方人都是这样认识世界的 这就是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最大的区别 西方人认为 一个事物仅仅是用我们的五官去观察 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有大脑的思维 去获得五官以外的东西 西方人认为 用五官去看一个东西是不够的 不够真实 不够全部真实 这就是和中国人不一样 所以 共产党 把五官看到的东西 说是唯物主义 五官看不到的 西方人动员我们 要用大脑的思维 去超越 五官 去获得那个应该获得的更深的东西 共产党说 这是维新的 你没有看到 所以是假的 这个方法 叫做 Metaphysics 中国人把它翻译成 形而上 共产党说 因为维新主义是假的 所以这个方法 形而上 也是假的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 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思维能力的分水岭 分水岭 那就是公元前四百年 柏拉图时代 所以 中国人和西方人 差了两千四百年 在这个 观察失误 什么叫做全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人和西方人差了两千四百年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黑格尔有一句话 把它翻成英文叫 The real is rational 翻成中文叫 存在即合理 所以共产党 天天拿这个话 吓唬老百姓 共产党说 我们这个政权活了69年了 这就是合理 它活下来就是合理 你不要说我们政权 合法不合法 合理不合理 它活下来就是合理 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黑格尔说的 The real is rational 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黑格尔说的这个话 它的真正的意思 那我用的 我用的这个内容是 美国这个大学的老师 也是哲学家 他叫这个 Authur Hammers 在我的这个参考文献中有 他解释这句话 我这个英文已经写上了 我把中文说一下 他的意思是 黑格尔说 The real is rational 他的意思是 我们以为实在的事物 其实是我们头脑中思维 创造出来的具象表达 这个 就不要把大家吓跑 不要大家吓跑 因为这个 你不过这关不行 不过这关后面就更不行了 这话这么说吧 就是 黑格尔认为 真正的东西 是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思维就像环灯片 那个投影到纸上 那个三角形 就是环灯片的投影 这是黑格尔的意思 所以 我们以为实在的事物 就是纸上那个三角形 其实是我们头脑中 思维创造出来 由我们创造出来的 一种表达 就是 我们创造出来是环灯片 然后那个纸上的三角形 是 具象表达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 一个画 这个画是应该算是 算是一个抽象派的画 我主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哲学的 这个抽象和具象 你怎么样理解 我们看这个画 大致能看出来是一个 小哥哥 领着一个小妹妹 那么看着他们穿的衣服很厚 好像觉得有点像冬天 这些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叫具象 剩下的 比如他的面孔怎么样 他的背景是村庄 还是野外 天空 是黑天 还是怎么样 都不知道 那个叫抽象 所以大家知道了 我要讲具象和抽象 过去这个词叫具体 好不容易中国人发明了一个具象 我真是很喜欢 具象 抽象 大家记录这个具象和抽象 黑格尔这句话 变成了共产党 呆在那儿 的一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我先告诉大家 这话完全错 百分之百错 但是西方人也用这个话 也有误解 那么对中国人来讲 就是还包括对西方普通人来讲 这个rational 就是说我们翻成 理性 合理的这个词 到了黑格尔那儿 这个词一拳转了 就不能够翻成 合理和理性了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黑格尔说的rational 不能够翻成中文的理性合理 它是讲的一个 从思维创作 然后向外投射这个过程 黑格尔把它叫做rational 也就是黑格尔的rational 不是别人的rational 你要能听懂这个道理 你就再不要说 存在 集合理 没有这个话 这是老百姓 误读 黑格尔 因为如果谁好事 把我是刚才说的道理 说给那个武汉的 黑格尔大学问家 他叫邓小芒 你问问他 我说的对不对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 非常非常让你沮丧的话 黑格尔写的哲学 不是给老百姓看的 特别不是给中国人看的 就是把它翻成中文 黑格尔的哲学翻成中文以后 就把人家的意思全改了 我刚才说了 你中文的词汇不够 黑格尔的思想翻成中文 就变成白格尔 就白色的白 这个白格尔在中国 主要是给马克思主义做陪蹭的 黑格尔 白格尔 他的思想如何如何错 经过马克思主义 或者马克思如何如何纠正 然后完成了人类新的文明 这全是胡说八道 我劝中国人不要学黑格尔 你学黑格尔干啥我不知道 这你们学真没用 我跟大家要讲 你要真的想学哲学 就是要听西方哲学老师用英文讲课 你必须要英文能听懂 或者是你要学黑格尔 就要听德国老师用德文讲 否则的话 就像今天中国那些学西方哲学的 你真的不知道他干啥 这么多年来 他们学的东西 没有对中国的进步 特别是政治思想的进步 起到任何作用 而且是相反 你就是要证明 西方的思想是多么多么错 唯有主义是多么多么对 胡说八道 说到这儿真让我想起来 好像什么事情都发生在2400年 公元前400年以前 中国没有文字 公元前400年的时候 苏格拉底要人类脱离 过去的旧的传统思想 脱离动物世界的法则 反对强者为王的惯例 而中国的孔子 刚好相反 要中国人民守在 动物世界法则之中 谁占了皇帝的位置 孔子就说向谁刻同 也是公元前400年 柏拉图创造了 Metaphysics 就是超越我们的感官世界 去寻找更高的东西 认为光凭五官的感受是不够的 而中国人到今天 还是唯物主义 只承认五官看到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很多很多思想上的事情 2400年前已经分道扬镳了 王博士 您这个观点说出来 可能确实对中国人刺激 刺激不小 中文词合量太少 不足以学习西方哲学 就包括一些以教黑格尔为生的人 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 王一说我现在还有个问题 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我们谈进入到我们的基督教 现在西方人 西方社会的确有一个客观现象 就是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 特别是年轻的 那么我就感到很奇怪 既然基督教是西方文明非常重要的渊源 为什么去教堂的人会逐连减少呢 这件事可大发了 这件事因为张杰把这个西方人去教堂的人数减少 作为题目 这已经很吓人了 这个所以是每一句话都要说得非常非常小心 我做这个节目的心态就是如履薄蔽 每一句话都找到根据 就怕哪一句话说错 我们先看一下事实 西方人去教堂的人数和自己称自己是基督教的人数 是从过去五十年间不是一年不是一下子 开始稳固的下降 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分析这个问题就有点普 因为曾经基督教曾经做过一些努力不能回头 就是从一九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 稳固下降 我在这个我这个讲座的参考文献一 讲到这个有一个博士 她叫是个女的 她叫Miley Wolfen 她是个女的 她是个美国历史学家 我跟大家强调 你要大家记住历史学 历史学 我待会后面要专门讲历史学 她是个美国历史学家 她呢 讲了基督教的近代史 大概讲最近五百年 那么在她的课里面 她告诉大家 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 是她告诉大家的数据 这个 这五十年来 减少 她拿了一个加拿大魁北克 应该是省了 在一九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这个宗教意识 非常非常的炙热 超过其他地方 定期去教堂的人是百分之八十八 到了二零零零零零年统计 降到百分之十五 美国 一九六十年代定期去教堂的人是百分之四十 现在是百分之二十五 英国 我不知道 一九六十年代是多少 但是现在是百分之十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 这个蓝图 这个蓝图是真的是 你看了以后 你看了以后你觉得不能往回走 这给人印象特别深 这个图呢 是介绍美国白人 基督教图 从这个 一九七六年 好像是每四年调查一次 一直到二零一六年 这个整个 这个下降 好像是不能回去了 不能再 不能再返回到增加的这个趋势了 你看这个总数就是有这个基督教各门各派啊 加在一起就是深蓝色和浅蓝色 那么一九七六年的时候 是百分之八十 大概是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 不管哪个文派 不是说定期去教堂 说自己 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的 在一九七六年是百分之八十 到了二零一六年 我看的那个图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几 对美国和西方打击最大的是 二零一五年 这个Paw Research Center P-E-W 我都会字幕打出来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是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四年 基督教徒大概是 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 从百分之七十八降到百分之七十一 但是他报告的 所有人报告的都是降了百分之八 你七十八减七十一 应该是七嘛 但是所有人都说百分之八 我看到这个 我扶查这个报告的时候 是BBC的报告 BBC就这样说 从百分之七十八降到百分之七十一 降的人数是百分之八 可能中间有小数点的问题 四舍五入的问题 那么七年降到百分之八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一年降百分之一 还多一点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如果还不能够返回去 就中间不可能往回走 不能增加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预言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候 美国的 我只敢说美国的 美国的基督教的教堂 要关门了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 因为这个趋势已经走了五十年了 现在大家都害怕 在不到一百年 今后不到一百年的时候 也就是三代人 也就是我的孙子 老了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教堂可去了 很吓人 很吓人 西方人也很着急 说法很多 我在这里要和张杰 两个人要稍微回顾一下 基督教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因为这样的话 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的听众 观众 他们不是基督徒 所以这个 为什么他们会下降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实质 你不知道基督徒给人类 两千年来带来的这些光荣 带来这个文明 你就不会有困惑 你像我现在就是非常困惑 非常困惑 我不知道张杰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俩 我看他脸色也不好看 所以我针对中国人 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基督教 我在这里专门介绍一下 基督教给人类带来的文明 他都有哪些好事 我们在第三集里面专门讲了 基督教的天理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呢 就是上帝说的话 是圣经 第二个呢 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是本性法 那么本性法呢 总论 就是扬善避恶 做好事不做坏事 各论有三条 各论有三条 第一个呢 就对天下的万事万物呢 都要保护 不要破坏 第二个 有生命的东西 植物 动物 人 要爱护 他们的下一代 对人来讲 要补育和教育 孩子 第三呢 作为人呢 有两个要求 个人 要讲学习 因为你学习了 你就会 朝向上帝的方向 学习了才会朝向上帝的方向 第二就是博爱 个人参与社会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 一个是道德 一个是信誉 那么圣经里头 叫我们内容很多了 最直接就是摩西十诫后面六条 第一条 后面六条 不要杀人 不要说谎 不要盗窃 不要贪婪 尊敬父母 不要奸淫 此外呢 大家也知道 基督教提倡公义 公义就是 做一个正派人 谦卑 怜悯 怜悯就是 一定要帮助穷人 特别是基督教 提倡平等 西方的平等 完全是基督教 促进的 基督教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社会功能 就是帮助穷人和 弱势团体 西方的教堂 曾经有过 寡妇办公室 就是来处理 这个寡妇的困难 大家都知道 有育婴堂 孩子不要了 然后有人 帮助养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呢 放一个 画 这画的题目呢 叫 石脉碎 是法国 画家 弗朗 索瓦 米勒 最著名的作品 会于1857年 现在在巴黎的 奥塞美术馆 馆仓 我小的时候 我就看过这个画 因为我也识过到岁 我没觉得 这个画 有什么不一样 觉得画的挺逼真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在基督教的 教义里面 要帮助穷人 其中有两个实际的办法 第一个就是 你们家的葡萄 不要全摘完 剩下的 让寡妇来摘 你们家的 麦子 收完了 不要捡稻水 让寡妇来捡 大家学了这个基督教 才能看懂 这个画 它的真正的含义 基督教对待 基督教对待 富人的态度和 对待穷人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耶稣说的话 让富人信基督教 比让骆驼走过真眼 还要难 再就是基督教 它和法律的不同 法律是把人 和社会隔离出来的 你犯了很重的罪 你要很重的罪 你要待在监狱里 隔离出来 但是基督教 总是把坏人 往里拉 一个往外推 一个往里拉 我觉得西方的社会 就是这两个 同时在起作用 少一个都不行 所以基督教 圣经里面 最难理解的一句话 就是 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 把右脸也给他 我的理解就是 打你的是坏人 你要想办法 把他拉进来 拉进好人的圈子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这句话是 所有的人 都说不懂 这是我的理解 我简要的介绍了 基督教的光辉的历史 基督教 把野蛮人 拉扯到文明的水平 特别圣经 特别圣经 两千年前写的书 今天还有那么多 那么多人的坚守 真是太不容易了 只有上帝 才能够做到 阿们 下面就开始讲 今天的真正的 内容了 我给这个 今天的讲 就是 我们要讲三个 一个是 黑格尔 一个是 尼采 还有一个是 美国的 政教分离 那么在这之前 我要加一个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在美国 待了三十年 我觉得呢 基督教呢 在美国呢 已经文化化了 除了我说的这个词呢 如果你要研究 基督教在美国的现状 那么我给你几个词 第一个是 现代化 就是你打进去 谁排挤了基督教 你打进去 然后你可以 从事研究的范畴呢 有现代化 科学化 理性化 世俗化 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 不参加教堂的人 比较多 还有基督教的社会功能 不足 另外有人专门研究 家庭的解体 也是现代化 然后使得 基督教徒减少 等等 最近五十年呢 这个统计数字呢 是 非常非常确切的 朝下走的这个 趋势呢 就是 无法 改变 但是 这个起因呢 应该从 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 其实不是宗教改革 其实是宗教改革 连带全社会 全社会改革 那是 马丁路德是 1483年到 1546年 那时候开始 然后 显得比较高潮的时候 是欧洲的启蒙运动 那个是1685年到1815年的 这个过程 所以 你们要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和内容 我给大家提供的都是关键词和关键的时代 这就够了 没有人 像我说文化化 只有王成说文化化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 语言的问题 就是 西方人说 是世俗化 英文叫 secular 或者叫 这个 secularization secular 世俗 但是西方人的 这个世俗 是有对应的 西方人这个 secular的意思就是 我们人间的 事情 叫secular 那么它对应于 上帝的天堂 那比如说 我们人间有生有死 上帝的天堂 就没有死 我们人间有很多苦 上帝的天堂 就没有苦 只有幸福 所以你跟 西方人说 secular 说世俗的时候 西方人马上会想到 你想说 上帝的天堂怎么样 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个宗教概念 所以我想了很长时间 我只好把这个画改成文化化 就渗透到今天的社会每一个角落 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你就融进去了 我把它叫做文化化 所以呢 美国的总统说 我们美国 95%的人都信上帝 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改了 应该改说 在美国 100%的人都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 这个话说就比较更准确一点 为什么政治家 中国人叫政客 这样强调基督教的作用 我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因为我说 美国总统说 90%的美国人相信上帝 这个话不准确 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在美国政治家 最担心的就是社会底层 所以社会底层的问题 是最头疼的问题 社会上层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所以用法律 用教育来维系 社会底层的稳定 如果再加上基督教 就等于又加了一把安全锁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美国的政治家 谈基督教 他告诉你 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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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是别有用心 把他文化化以后 你再看基督教 他就凸显了他的teaching的作用 他的教导 就是教人做好事 这个事情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 从马丁路德开始 那么因为马丁路德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批评 他说我们基督教就是teaching就可以了 那么圣经就可以提醒我们 圣经就可以教我们 所以那些于这个天主教有关的层层的官吏 是没有必要的 美国呢就坚守了马丁路德的这个思想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大家已经看到在美国 几百人组成一个教堂 然后选几个叫长老 可能叫长老吧 叫负责人 由他们来聘请牧师 来讲圣经 这个通常聘请的期限大概是三年到五年吧 到了三年五年 这几个负责人说 这个人还不错 就继续聘请 而是这个人不行 就解雇了 所以你看牧师在美国 是教徒的雇员 教徒是雇主 牧师是雇员 教徒说不要你就不要你 所以就是强调了 马丁路德的每一个人和圣经之间的关系 其他的人是老实 是帮你解释 怕你听不懂 怕你读不懂 如果是把基督教 这个他的主要的功能 作为教导 教人做好事的话 那么文化化以后 就是大家都同意了 都认同这个价值观以后 那么能够教你 能够教你的人多了 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 你学校的老师 你的同事 社会 你的兄长 都能够教你这些道理 我曾经跟大家讲了 孩子六岁了 在美国要上小学了 在美国要上小学了第一天 妈妈说三件事 第一不要说谎 第二 答应人家的事要做 要做到 第三 不要欺负 比你弱小的孩子 这三件事 都是基督教的精神和价值观 如果是基督教的东西 是供我们学习的 所以也未必一定要去教堂学 你可以通过微信 通过电话 通过聚会 来传播这些好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我想要说服 大家基督教的价值观 内容没有改变 还在 只是形式 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其实也是我想说服我自己 因为后面 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是大家想也想不到 王博士 刚才你谈到了 基督教徒减少的原因 并且进行了一个数据的分析 同时从文化的角度 认为它已经变成一种文化 传承 进入西方人的血脉 通过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改革以后 所以很多人 他没有必要 非要去教堂 而是通过各种媒体 他可以学习 基督教的教义 同时您也说到了 您即将谈到有三个部分 它会影响到基督教徒的减少 这三个部分 根据您刚才所说的 涉及到是黑格尔 还有理睬的哲学思想 同时也有美国政教分离的政策 所以下面还叫把您最精彩的部分 奉献给观众朋友 我先做个声明 我和张杰两个人都是非常热爱基督教 热爱上帝的人 我是因为 我没有受洗 原因是我想坚守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 否则的话 如果我的观点和基督教相冲突的时候 别人说你是假的信徒 所以我没有受洗 但是我心里面入党 心里面入教 就很早很早就已经了 已经有了 有人说我应该去做个牧师 我的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 在中国早日普及基督教 如果需要我帮忙 需要我去讲圣经 我都很乐意 一定会有听众说 你受洗也没有 你神学院也没有学过 你有啥能耐去讲圣经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 圣经的解释 可以是神学的 也可以是历史的 哲学的 文学的角度 现在美国最流行的 就是历史的角度 讲圣经 我一直在学 我相信 有机会我也能讲两句 比如说 我刚才提到了 教美国人 近代基督教史 最近500年基督教史的 那个叫做 Molly Warthen 的女博士 她就是一个历史学家 她不是一个神学家 她的名字在参考文献面有 三年 两个人 还有一个美国政府 三个事 现在开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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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传 前面都是 普遍 就回来 真的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英文的部分 能看英文的人 尽量看英文 因为英文说的比较准 对中文说的准 我已经尽了我的 吃奶的劲儿 把它翻译的准一点 但是能看英文的人 尽量看英文 这部分文字是 Stanford大学 哲学百科全书的网页 Stanford大学哲学百科全书 被全世界的哲学教育工作者 称为Excellent 最好 又是免费 所以大家都迫不及待的 要读 我先讲它的权威性 而且呢 这一部分呢 是2016年修订过的 很新 大家会觉得 我下面讲的东西没听过 因为在美国很新 很新 你们学的东西都是50年前的 都已经过了 好 我把中文翻译过来 中文是这样说的 在黑格尔看来 哲学和宗教 他把哲学和宗教 专门解释一下 什么是哲学 就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思想 宗教就是基督教 所以他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加了一个形容词 英文叫 Speculative 就是极具洞察力 看得很远 这个词 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黑格尔的 极具洞察力的这些思想 还有一个是基督教 他们俩都能够认同 认识到同一个真理 这是第一句话 这大家听明白了 然而 宗教信仰看到的是 真理的表征 这个地方他用的词 是representation 大家在 这个西方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常常用的词不是个字 常常用的词是 symbol 象征 表征 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才能够达到理解 这个真理 怎么样叫理解呢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能够获得具有完整的 概念清晰的内涵 一个是 两个都追 追到真理了 一个是看到的真理的 表征 另一个看到真理的 完全的内涵 如此说来 既然我们有了黑格尔的哲学 我们就不需要宗教了 因为哲学 使宗教变得多余了 然而 黑格尔告诉我们 人类不仅 不能够仅有概念 而是需要先有 表征的东西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图 讲到具象的概念 讲到抽象的概念 这个地方你就要用具象的概念 这些具象的概念 在这篇文章里头 用了两个词 一个词叫Picture 大家都知道图像 一个词叫Image Image的意思就是 脑子里的图像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讲到三个层次 最具象的是Picture 是视觉的图像 第二个 接近具象的是脑子里的图像 第三个 最抽象的就是概念 有了这个 就能够使这些西方的人 确信 有真理这回事 使西方的人 全部相信上帝 大家听明白 黑格尔的意思 是 不能没有宗教 不能没有基督教 先要追上他 然后 再用 哲学 其实应该改成 现代政治哲学 来理解他 这是黑格尔的意思 因为我没有用 黑格尔的语言文 是因为黑格尔的语言文 实在是 就是翻译出来也不懂 我只好用这个 Stanford大学的 这个解释 而且Stanford大学还说了 说了 这个哲学是黑格尔的哲学 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哲学 所以这跟我前面都 前面我讲的黑格尔的时候 我也是这个态度 通过这个 这段话 我们应该有三个理解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 说 基督教 讲的那个真理 是symbol 是表征 是象征 因为圣经里讲的 故事 预言和 比喻 很模糊 我们治理一个国家 不可能靠故事 预言和比喻 来治理国家 比如说 我刚才说了 打你的左脸 把右脸给人家 我认为是比喻 不是真的要你这样做 我们治理的国家 只能靠条文极其清晰的 公文 或者是法律 公文 或者是 契约 公文 行政公文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 故事 比如说耶稣诞生 妈妈是处女 这是故事 预言 比喻 你就要意识到 他比当代政治哲学 要不清楚 所以当代政治哲学 按照 黑格尔的意思 当代政治哲学 要取代他 至少要高于他 第二个 就是 在这个 这段话里 用了 视觉的图形 思想的图形 和思想中的概念 那我就把它从 具象 有一点点抽象 然后最抽象 把它分出三个集 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就是 这个最抽象的东西 一定要有个载体 先有个载体 然后再有更深 更深奥的东西 所以 基督教的存在是必须的 第三个 黑格尔肯定了基督教 他的两千年的正面作用 因为他们 他基督教 把西方人带上了正路 找到了上帝 下一个是尼采 大家一说尼采都知道 尼采说过上帝已死 但是我要问大家 你们谁知道上帝已死 是什么意思 今天跟大家要讲的 我们要讲的比这个内容要多 一说到要讲到上帝已死 我不知道张杰你注意到 我今天戴这个领带 是戴黑边的 戴黑边 以后要讲尼采 心情很沉痛 上帝已死 我在这里给大家放一段 在这个YouTube上找到的 叫Weasley Cessio博士的这个 讲课的录音 这个录音是2012年录的 大约是一分钟左右 我把这个录音 也是我这个参考文献第三 我把这个录音的 这个英文的部分 写下来了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中文的部分 翻译过来 但 Nietzsche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was like yeah no that's not right these ideas had to develop and I want there's three big essays i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I just want to track out one of them and it's the idea of the slave mentality he says what we have today it was true at his own time if it was true then it's a hundred times more true today he had what we he called the slave mentality and his example of this for instance he said turn the other cheek somebody hit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he said that's an idea from a slave an aristocrat never said that if you hit me we're going to duel or I'm going to kill you or my people are going to kill you that's what an aristocratic mode of thinking is but he said we have and he meant his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by extension today a slave morality and it came to us from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ity came to us from the jews and enslaved people Wesley Cecil博士说 他在讲这个 尼采的哲学 这是大义 他说尼采在一百年前 就告诉我们 道德不应该是 物理学的概念 应该是植物学的概念 物理学和植物学 是我家的 不是他本化 因为他的本化里面 有石头 这样 那我就 我家里 因为我不家 大家听不懂 家里后 大家一下听不懂 我要告诉 哪个是我说的 哪个是 这个博士说的 他不是一个 道德 不是一个石头 从出来以后 就永远不变 我们以为道德 是永远不变 尼采说不对 道德应该是一棵树 他从小长大 那我们就要调查 他的土壤 他吸收什么样的营养 所以这就和物理学 和生物学的概念不一样 把它比喻成树 也是我说的 也是根据 这个博士说的话 加进去 要帮助大家理解 这个博士说呢 尼采在一百年前 因为尼采 死的时候是一九零零年 尼采在一百年前 就说了这些 这个话 太对了 今天再看 尼采说的话 是一百倍的正确 这个博士说呢 我今天的 跟大家讲课 只讲一个问题 就是尼采 讲到奴隶意识 奴隶的意识 奴隶的意识 这件事 尼采举例说 圣经上说 有人打我的左脸 我就把右脸给他打 什么人会这样呢 只有奴隶才会这样 如果你遇到是 奴隶上面的贵族 这是尼采的原话 贵族 你要打他的脸 他不仅要打你的脸 可能还拔出剑来杀死 这个天我得要给大家 加点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 两个道德标准 一个是奴隶的道德标准 一个是贵族的道德标准 奴隶的道德标准 是逆来顺受 贵族的道德标准 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好 我们知道人性只有一个 所以道德也应该是一个 那么这两个道德中间 有一个是被扭曲的 你才认为 奴隶的道德是被扭曲的 好 我们接着 这个博士的 翻译这个博士的讲课 他说 圣经里的奴隶意识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基督教来的 因为旧约里的 犹太人 自己就是奴隶 我们现在 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显然已经不是神学了 已经是从历史学的角度 来讲了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我们在第六集里面 当讲到两核流域文明以后出现的法律 那么我这个 这些文字现在再给大家放一遍 这个法律 从这个公元前 2050年的这个 然后到公元前 1930年 公元前1870年 公元前1792年 公元前1650年 公元前1110年 一直到公元前500年的摩西法 大家明白了 人类文明 从两核流域诞生以后 思想的进步 产生了法律 这个法律 生下来像个孩子 一天天长大 什么叫历史 历史就是 这个事件出现了以后 不能回头 你只看着这孩子长大 而不是有一个法律东西出来以后 以后没有啊 以后再不讲法律 No 你看他一天天长大 那么 我在第五集里边 第六集里边 讲的这个过程 就是用历史学的方法 研读圣经 我特别说了 在其中有一个石头 黑石头上刻的法律 就是一眼还眼 然后写到圣经里的 写到旧约里的 这就是用历史学的方法 来研读圣经 我们看看这个旧约 它出现的时间 大概是公元前五百年 有人说是一千年 我们回顾一下旧约 因为我要给大家讲圣经 除了创世纪的里面的时间 概念我们不要 不要管它 那么大致说了两千年 就是公元前两千年 到几度诞生 大致可以分成四个五百年 不准确啊 不要不要 一定跟我追究五百整 大致生四个五百年 两千年 也就是公元前两千年 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 然后后面五百年 后面五百年 后面五百年 第一个五百年 是族长时期 第二个五百年 是先知时期 第二个五百年 代表人物就是摩西 第三个五百年 是国王时期 代表人物是大卫 上帝最喜欢的 第四个五百年 是被俘虏到 亚述和巴比伦 这段时期 领导人 那是祭司 我们大家看看 四个时期中 第二个和第四个 加在一起 大约一千年 犹太人是奴隶 特别是第四个 当圣经出现的时候 犹太人是奴隶 我给大家放一段奴隶之歌 这是举世文明 意大利的歌曲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 威尔蒂 最有名的威尔蒂 在1842年 创作的歌剧 《拿布果》 这个英文叫 努伯扣 中间的插曲 奴隶之歌 它另一个名字叫 思念 趁着金色的翅膀 这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 外族的人 都把它犯成奴隶之歌 这个体材来自 什么时候 来自旧约里的描述 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 巴比伦攻下耶路撒冷 把犹太人带到巴比伦 做奴隶 我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时候 旧约成书了 好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段歌词的意思 他说 我们这些 从以色列 被俘虏到巴比伦 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做奴隶 我们对家乡的思念 像一只小鸟 插着金色的翅膀 飞向西方的家园 大家都知道地图上 伊拉克在东 以色列在西 这个小鸟呢 停留在约旦河的东岸 高高高的地方 向西岸 那块美丽的土地 眺望 看到风光迷人 闻到家乡空气的芳香 大家看到这个图了 蓝色的约旦河 当时可能很宽 小鸟都过不去 现在据说已经快干枯了 中间这个蓝色的约旦河 在西边的是以色列 在东边没有标出来很远的地方 是伊拉克 是巴比伦 这里边 有一句词 这是意大利的 翻成英文 是这个 to fortify us to endure our suffering 这意思就是 主啊 请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承受住 我们所遭受的痛苦 我们大家想一想 圣经在教你什么 委屈求生 抱团取暖 圣经是 历史写的 现在历史学家认为 圣经是历史写的 因为它都有 它有浓厚的历史的背景 写给谁的 圣经是写给奴隶的 圣经里宣扬的是 奴隶意识 大家看到这个表演 是重现 公元前586年的 被抓到 巴比伦的 犹太人奴隶 就是那个时候 就业产生了 这个全队上 从历史的角度 全队上 没有一丝差错 我们再跟着 Weasley Cecil的 讲话录音 跟他总结一下 Weasley Cecil博士 在这一段 讲话录音里说 So to conclude The key elements of Nietzsche are this notion of one that our ideas and beliefs and thought processes are constructed by history They are not given by God they aren't fixed in stone They develop and because they develop historically they are subject to careful analysis and we should be suspicious of them He said It is not having the power of your convictions that matters It's having the power to overcome your convictions 总结一下 尼采的关键思想 他认为 我们的理念 信仰 和思想过程 都是历史塑造的 不是上帝给的 这些东西 比如说道德 是我家的 比如说道德 不是像那些 磕在石头上的东西 永远不变 它们像树一样 树是我家的 它们像树一样 是发展发育的 它们沿着历史成河 发展 所以我们要对 这些东西仔细分析 先要怀疑 它们是否正确 尼采说 不是你的既往 自认为 可靠的信念 能帮助你 而是看你 能不能挑战 你既往 自认为 可靠的信念 一个伟人 应该像尼采 和苏格拉底 这样的人 挑战大家都以为是对的东西 这才叫为人 那么我们从尼采身上 和苏格拉底身上 学到什么呢 就是古希腊的格言 know yourself 或者说 you have to know yourself 知道你自己 尼采的这个 思想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我不得不做一个小结 美国写者认为 根据尼采的思想 圣经是历史写的 是写给奴隶的 圣经的教导 是委屈求权 委屈求生 而不是当家作主 是弱者抱团取暖 而不是张扬 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最典型的例子 你才拿出来 就是 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 只有奴隶 才会把右脸伸过去 因此 圣经里的奴隶意识 和现代西方追求 个人的自由 和个人主义的充分张扬 是矛盾的 所以你才说 上帝已死 看我的领导黑色 他的意思是 基督教对个人自由的约束 会导致基督教的灭亡 尼采死于1900年 100年了 我们回过头 看尼采说的这句话 他对了 下一部分 我就跟大家讲讲 美国的政教分离 政治哲学提出的新的观念 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他就奠定了世俗社会 他的理论基础 200年来 美国的政教分离 促进了美国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 从对上帝的追求 转变到对理性的追求 第二 基督教作为对公众的统一要求 转变成为私人的事情 所以在美国 文明人 有三件事 不能直问 不能直接问 一个是 你是哪个政党 一个是 你得了啥病 一个是 你信什么教 不能直接问 这是不礼貌 因为三件事 都是私事 从对公众的 统一要求 变成了私事 你是基督徒 你愿意动员别人 参加基督徒 在你办公室里 跟其他人讲 基督教 多好多好 OK 但是 我们刚认识你的时候 谁也不能问说 你是哪个教 这是很不礼貌 因为这是私事 这是重大的转变 第三个 就是基督教的作用 在西方成为 社会的辅助功能 我们社会 还有什么不足 你来帮忙 我们社会 一天天在完善 好像就不需要 你再帮忙 我们来看这段 真的 英文的 文字 我把它 用中文描述一下 后来成为 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里的内容 禁止美国国会 制定任何法律 以确立国教 妨碍宗教自由 剥夺言论自由 侵犯新闻自由 与集会自由 干扰和禁止 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该修正法 于1791年12月15日 获得通过 大家知道 一定要知道这个年头 知道 这个 政教分离 经过多少年 才达到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一下子 成为美国 权力法案中的一部分 是美国成为首个 在宪法中 明文 不设国教 但是保障 宗教自由 和言论自由的国家 美国的思想家 Thomas Jefferson 把他写成 政教分离 这个政教分离 这个词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是Thomas Jefferson 说出来 是他先说出来 我两个星期以前去 两个星期以前去华盛顿 参观了这个美国的 不管是美国的 就是United States 不是美洲 是美国的历史博物馆 就看到了 这个部分 非常醒悟 他的英文是 这个Building a Wall 在这个政教之间建一个墙 你说建墙 我就想起 美国的川普总统 他说要建墙 在这个边界建墙 那我们大家 川普建的这个墙 是要防止美国人往外跑 还是防止非法移民 往里跑 这不用问 大家都知道 那我再问大家 美国的开国的国父 袁勋 他们要建一个墙 是防止行政干涉宗教 还是防止宗教 干涉 行政 回家想吧 回家想吧 我们回顾一下 西方的历史 大约在公元前 四百九十九年 古希腊 的classic 古希腊 就是 classic怎么说 古希腊 开始了 然后呢 接着呢 是 古罗马 古罗马在公元后 四百多年 西罗马就灭亡了 大约这个整个过程 有一千年 这一千年 人类有了显著的进步 无论是思想上 建筑上 管理上 国家的 这个 国家与个人之关系 就是打了一个初心 给西方打了一个初心 再过一千年 就是公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 大家说的黑暗的中世纪 要我说就是 停止的一千年 停止的中世纪 我们现在知道的 我们人的享受 我们的观点 都是 一八几几年以后了 的事情了 和学呀 思想呀 生活呀 医疗啊 身体健康啊 差不多是一八几年以后了 有两百年 三百年的历史 那一千年 第二个一千年 我刚才讲的第二个一千年 就是公元后五百年到公元后一千五百年的中世纪 是停止的 基本上没有显著的进步 为什么 因为 政教不分 教大于正 一定是这样 不会有第二个原因 否则就不会出现马丁路德 的宗教改革 其实不仅仅是宗教改革 我在这里讲一个 政教分离的一个具体的小故事 就真实 我认识一群 美国的青年 他们自己 组成一个 教会 他们有地方 做他们的service 做教会的活动 他们就到处借 房子 当然给人钱 租房子 只租 一个星期租一天 就有一次他们就租到一个学校的教室 结果过了大概没有多久 就被上层发现 上层说 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 这个学校是国家的 我们不能租给你 国家的部分 不能够沾 这个 宗教任何事情 这是我在美国碰到的 非常非常的一个 小的故事 但是看到这个政教分离的 那个 具体的条款 大家遵守的很严格 就是不许 宗教干涉 这个世俗社会 我这里边 在危机百科里面 找到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个 是个女的 她的一个照片 她的名字叫 这个 Sandra Day O'Connor O'Connor 她在2005年 说过这样的话 她说 那些一再质疑 美国政教分离国策的人 应当先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我们美国 这个政体 这样成功 而那些国家 那样的糟 我听你把她说话 说出来 那些就是指 政教不分的国家 政教合一的国家 指的哪些国家 大家都知道 我听你把她这个 那些给你 告诉你 谈那些是哪些政教不分 政教合一的国家 那样糟 想一想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谈思想 我比较谈最高的思想 最高的思想 讨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公元前2400年 我又说到公元前2400年 那时候就出过 古希腊就出了很多人问 为什么 凡是问为什么的人 都叫爱好智慧的人 最后把这么多的为什么 归纳一下 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 人和自然的关系 发展到科学 自然科学 第二类是 人和社会的关系 发展到道德 第三类是 社会和人的关系 发展到政治哲学 这三大类 到现在已经闹了2400年了 从科学 先讲第一类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 大家都看了 这个不用讲了 有科学没宗教 有宗教没科学 现在讲到第三类 政治哲学 黑格尔说了 政治哲学高于宗教 那我心里想 还有道德 道德是基督教缔造 是基督教把野蛮人 凌亡文明人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 所以我看了 尼采的这番话 对我的心理打击非常大 我问自己 如果没有基督教的道德 尼采说 圣经里把道德曲解了 圣经里宣扬的是 奴隶的道德 我问自己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 圣经里基督教宣扬的 那个道德 那还会是 现在这个社会吗 还会有 现在的文明吗 我困惑了 今天我和张杰两个人 就是把我们知道的一些 重点点一下 美国人现在讨论的很厉害 这件事儿 很显然在美国是一个新的情况 很显然这五十年 要面临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 所以 我觉得我和张杰两个就 做一次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说 他是牛蒙 刺激那个马和牛 让他奔腾起来 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 刺激 中国人 让大家好好想一想 今后的路 该怎么走 我说完了 谢谢张杰博士 王陈博士介绍了学习西方哲学的方法 他认为基督教文化和精神 已经深入西方人的血脉 通过两千年的实践 把西方社会提升到当代文明的程度 成为世界其他地区 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他认为 黑格尔和理睬的哲学 以及美国的政教分离措施 使西方社会开始脱离对上帝的依赖 更多的关注政治哲学带来的启示 这一切 这个转折 对西方人来说 是心生事物 对中国人来说 更是渴望不可知 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挑起的话题 会在华人中间产生一个长久的讨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王晨博士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